四少卿真远道之女甄嬛年十七 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秦宫大戏甄嬛传 讲述了由孙丽拜的甄嬛 如何从刚入宫时与世无争的少女 为了保全自己与家人 周全于后宫嫔妃之间 最终成长为位高权重 但也心机深沉的皇太后 在甄嬛一步步走上后宫权威之巅的过程中 离不开一个人的帮助 她就是和甄嬛一起长大的太医 温石出 据中虽然温石出对甄嬛一片痴心 但甄嬛只当她是自己的哥哥 以兄妹之情看待 她有点像李大人 又有点像王小剑 很多人总结说她是一个 也是有点像闺蜜的那感觉 但她又不完全想死 张小龙 甄嬛传中太医温石出的扮演者 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 甄嬛传礼仪指导 曾担任满城近代黄金甲 赤壁等多部影视作品礼仪指导 在剧中 张小龙扮演的温石出 对甄嬛的爱得不到回应 但她仍然不计得失 用尽全力保护甄嬛的安全 在后宫没有温大人 还人如履薄逼 微臣不改出众 一定获得小主周全 那就好 这个角色呢 她比较能够 就是说执着的 为了爱一个女人 然后呢 虽然对方不爱她 像我们现在说的 我既然爱你了 就希望你幸福 她守护着她的爱的人 一直让她 最后走入到自己当皇后 一直让她安全的 保全了她的一生 甄嬛传由指导过 北京人在纽约 《金婚》等作品的 著名导演郑小龙指导 作为今年最热的 清宫戏之一 甄嬛传更像是一幅 清宫生活图卷 导演郑小龙曾多次表示 要将这部后宫戏 排出批判性 因此甄嬛传的细节 处处精致 剧中展示出的清宫礼仪 也十分考究 而温太仪的扮演者 张小龙的另一个身份 正是这部电视剧的 礼仪指导 整部电视剧开篇的场景 就与大家熟悉的 清宫戏桥段不同 在清朝的时候 上朝不是用 这个赞礼官来喊上朝 而是用一个礼仪官 在挥鞭子 叫鸣梢三响 就顾名思义 鸣三次鞭子 啪啪啪三次 上朝了 大神们小跑着 到这个广场上 这个到广场上上朝 这是清朝的 也是礼仕是这样的 叫玉门听政 就是在前清门外面的 广场上面 跟皇上一起议事 那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代表了皇上 成天命治理天下 想要自己议事的 这些事情 让老天听到 代表了皇上的 这种恭敬的态度 除了皇帝在前朝听政的礼仪 后宫生活的场景也尽量依照古致 剧中 孙丽饰演的甄嬛起舞为皇帝助兴 连这一段舞蹈也是参考了史料进行编排的 戏里面有一段惊鸿舞 惊鸿舞因为历史有出处 所以我们自己在拍之前呢 跟导演我们也几次交流 怎么样去拍 到最后导演定夺 说我的戏呢 要叫他实地 你别来那个飞起来的 你别来那个袖子去打花瓣的 我就要实实在在是个舞蹈 张晓龙告诉我们 拍摄惊鸿舞的当天 孙丽恰好落枕 但他扎实的舞蹈功底和敬业精神 还是给观众奉献了一段精彩的表演 后宫妃子们为了得到皇帝的宠爱 使出浑身解数 在《甄嬛传》中 故宫收藏的兵戏图 也成为了编剧的灵感来源 让失宠的妃子通过冰上表演 重新得宠 我们现代人士就叫溜冰 叫那个花暗华冰 实际上在清朝的时候 已经早早就有了 叫走兵 皇帝也非常喜欢走兵这项运动 每年会有几次在北海的湖面上 花冰这么一个表演 皇上要亲自到那去看 这个表演你八旗兵也好 是一些走兵队伍也好 他们编排了很漂亮的队形 像八卦一样的队形 包括里面参柔了一些柔术 杂技 包括射箭 那就是古代的那个 涉郁那种表演 张小龙告诉我们 为了保证甄嬛传的品质 在开拍前一个月 剧中所有的演员 就开始进行轻功的礼仪训练 也正是有着这样严谨的态度 我们在看这部 由网络小说改变的电视剧时 不至于感觉那么穿越 新青年记者黄月黎敏报道 今天我们在家的电视剧中 我们在家的电视剧中 然后现在我们的电视剧中 我们在家里面